看到这是新竹市城隍庙商圈 是新竹市最热闹地段 这店租水涨船高 一间30平的店面一个月租金要10万块钱 现在有业者就动起了歪脑筋 导致这边占用骑楼的情况非常严重 骑骑骑想要到中山路上的城隍庙 短短不到300公尺的路竟然得绕来绕去 看看骑楼下停满机车 行人能走的道路小得可怜 夸张的还不止这样 有的骑楼下除了停放机车 还有店家出租给摊分使用当起二房东 导致行人走道只剩下三分之一 城隍庙口的骑楼乱象更是严重 卖面的店家直接把厨房搬到骑楼 大剌剌的桌椅放在黄线上 完全没了解 害得行人无路可走 只能与车争道显向还生 会如此计较空间 是因为城隍庙商圈寸土寸进 庙内广场一个月一瓶大约3000元 要外店面一瓶更是15000元起跳 以10瓶小店面计算 一个月至少就要10万块钱 租金高得吓人 店家为了省店租 除了占用骑楼 还会分租给其他摊贩 我是跟那个共查租的 那这样租一个月有多少钱 那两万八 那这样生意好不好 蛮好的 人潮很多 店家把厨房桌椅搬到骑楼上 就是希望多一点顾客上门 不过为了做生意 店家公然当起路霸 漠视行人路权 欢迎中间发生意外纠纷 又是该由谁来负责 记者和梦谦 吴卫婷 新竹 采访不动